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总裁 摄影策展人于青 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主席 粤剧名家乌素菲 索菲 独立媒体人林文希出席开展仪式 本次展出了李真燕独创的即时摄影手法 他擅长以即时手法拍摄生活中经历的方方面面 以丰沛的创作能量 特色独具的摄影风格闻名 他是洛杉矶摄影家协会资深会员 中国商业联合会高级摄影师 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活动 也是希望给诺杉矶的这些艺术家 还有诺杉矶的这些华人 华侨还有美国人 让他们展示一下 就是看到我们中国人在疫情面前 他们还有亚洲人民在疫情面前 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如何坦然是面对这样摆明的疫情 用自己的意志 用自己的对生命的憧憬 然后克服了这样的百年不遇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本次展出的摄影作品 把疫情期间的关键时刻和人物 永远定格在镜头里 给未来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见证 即时摄影作品 透过摄影师的镜头和思考 让人们记住全人类 在抗击疫情中的人生百态和难忘瞬间 这些疫情既是摄影作品的展出 也是表达了摄影师提醒大众 疫情虽然渐渐离去 人们依然要增强防范突发事件的意志 刚刚在与女士介绍当中 我们也看到每一幅画 在光影艺术的背后 有点点滴滴都是过去抗疫 在过去几年的时光中 这些难忘的点滴时刻 因此也相信 寒冬中将至春暖花自开 也希望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如意安康 铭记历史 本次抗疫即时摄影作品展的策展人 及主办方还表示 连续在洛杉矶举行 以疫情为主题的摄影 绘画作品展出等中美文化交流活动 就是要让人们感受到 中美两国人民在疫情中 有相同的经历 彼此相互援助和支持 进一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 盛代博士采访报道